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2023年1月6號 是165事件兩週年 但兩年來 人們從主流媒體聽到的 它是一場由川普總統發起的 極端分子試圖陰謀推翻政府的暴力事件 甚至被一些政府官員比喻成另一場911 川普的支持者也被說成是國內恐怖分子 達倫·比蒂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 他是川普總統的演講專稿人和政策制定者 也是最早成功預測 川普將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的人之一 2022年1月 他在自己創建的網站Revolver News上 發表了長篇調查報告 通過講述1月6號那天 8個引人關注的活躍人士的所言所行 揭開了伊料事件的冰山一角 並誕生了一個數於聯邦暴動 意料事件發生後 上千人被抓捕 至少950人被定罪 然而 詭異的是 上面提到的8個關鍵人物卻一直逍遙法外 甚至從嫌疑名單上悄悄地消失了 證據表明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醜聞之一 因為那些真正的煽動者和關鍵人物 實際上是政府的現任或聯邦特工 由於油管限制 我們至今仍然無法將完整的節目在主頻道播放 為了紀念意料事件 我們將聯邦暴動上下兩期節目放在乾淨世界 節目的鏈接將放在置頂留言區 方便大家點擊觀看 最後 感謝達倫比蒂團隊和細心小寶 對本期節目內容的貢獻 好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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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節目